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为以前在旧星的武馆里面 扯拳习马要三年 扯拳 刚才介绍过 习马除了习固定的步之外 其实还有一种叫走杀马 蔡理佛主的步验步法有八种 为什么有这么多步验步法呢 因为蔡理佛的权术里面 以偏身执马是个特点 偏身执马呢 单边 单边过去的话 如果是用四平八分马的话 它可以转腰 两边手可以 但是如果是用四平马的 这边单边这样 它的优点是什么呢 攻击点比较窄 你要攻击我的 全部我这些不是要害你的 我翔手比平时的翔手长 但是我这边其他的另一只翔手 我要过来就比较 就是没那么方便 这里不行了 如果人家四平两边打的 这边打的就比较方便了 那我要怎么过来呢 我就要用马步了 要用马步是什么呢 譬如我前线 我已经过来了 这边过来了 或者我退 退的 我两边手都很自然的 两边甚至我转身 那我就靠马步 那马步里面呢 主要的步验步法有八个 八个是什么呢 一个四平马 一个丁字马 丁字公道 一个钓马 一个骑龙马 步法里面呢 四平马转的四平八分 另外呢 在马步里面 有四平马 向前的 叫拐马 炸败的 好似炸败 炸败转身的 这个叫拐马 炸败好似快点 你一攻击马 这个是过去的 叫拐马 另外原地的 旋转的 前尸马 将这个身转过来的 前尸马 那将这八种的步验步法 将它串联起上来 一起去练习 那我们叫做 走生马 那现在由 李锁华师傅 为我们介绍 走生马 叉腰 吊马 押腰 1 2 3 丁字公布 对了 跟着 摆马 转四平 跟着 摆马 转这个四平八分马 上马 跪马 跟着上 丁字公布 一个前尸马 跟着上 吊马 压腰 跟着上 丁字公布 败马 转四平 四平之后 上怪马 转四平八分 上跪马 跟着 上丁字公布 小跳 吊回这个 吊马 对了 刚才李锁华师傅 为我们介绍了 这个八个步法的 连马 一齐 在这个步法里面 这个十走生马 练习里面 需要注意什么呢 第一 就是要稳健 因为你下肢有力 才可以稳健 第二 进退治愈 灵活 迅速 这些都是要点 这个走生马的练习 除了初学 蔡理佛权的人 要练习 对于一个技术 就是说能够掌握了技巧的人 都要练习 因为功夫的东西 就不是学的 我们一般说 学会三日 练会三年 练会练节三年 还有作为一个你要练拳的人 应该是天天练习 通过长期的练习 你的马步就会结 下肢有力 你就会稳健 灵活 迅速 进退治愈 这些都是我们练 塞里佛权的人 必须的练功方法 刚才为大家介绍的 就是我们练功方法之一的 走生马